属灵新汤之贵重的器皿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要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 我们需要脱离过去的旧我 摆脱过去黑暗的日子 而迈向光明的未来 我们也要脱离一切 神所不喜悦悲贱的事情 在生命中发出圣洁和爱的光辉 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 都以神为首 坚持过这圣洁 敬畏神 愿意顺服神 服侍神的信徒 也都是上帝喜悦 并上帝所重用的 而合乎主用的信徒 上帝必大大的使用他们 让他们的生命 能够把上帝的爱 怜悯 宽容 散发出来 把人引向上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怜悯我 除掉污秽的旧我 是我一个新的生命 让我能够过这圣洁的生活 让我能够为你所重用 让我能够为你而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